水里商工艺文中心举办 大家来展宝传家宝说故事特展 由教师职员提供自己典藏 而且具有纪念性的物品 借由同人的收藏品述说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故事 让师生感受到每一件物品的 生命情感与交流 也留下了精彩而且特别的回忆 为了鼓励师生参与艺文活动 提升校园艺文风气 水里商工有别于以往艺文展览之外 由全校教师职员提供家里收藏品 解由说故事来表达 呈现每个人生活背后的故事 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推广艺文教育 所以说我们就是让艺术走入校园 随时都有艺文展览 那今年刚好是我们20周年校信 我们配合这个档期的话 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全校的教职员 一起来参与艺文的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规划 大家来电报 等于说把我们教职员工 他家里的一些宝贝 对他有生命故事的这些东西 拿过来做展览 这幅作品是名称叫做同心协力 一头老牛拖着我们这个牛车往前推 那有点也是我到水底商工来服务 我个人这个期盼 我们希望学校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 能够让我们水底商工 能够变成更优质 更有竞争力的学校 每一件作品都由教职员所提供 背后也都有感人的故事以及意义 让人感受到生命力与生活艺术化的结合 这幅作品其实就是我画我的小孩 小孩就是我的宝贝 那我希望能够留给他们做纪念 因为我们生长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那我很希望我的小孩 他也很能够爱护我们这块土地 所以我这幅画里面 我就在表现我的两个小孩 一个老大一个是老二 那他们呢在关注着这个韩籍的一个 发芽的一个情形 那我想韩籍就是代表台湾的一种意象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国庆乡 然后我们家有种一大片的枇杷园 然后我们学校刚好这次的展出就是传家榜 但这两幅画一直挂在我们家里面 很多的人看了都很有感情 这两幅画对我们家意义还蛮深远的 第一幅是打陀螺 就是祖孙的情感 就是孙子对爷爷的那个感情 他想要借由这幅画把它阐述出来 再来就是第二幅就是阿公的枇杷园 因为我从小都被叫枇杷公主 是因为我们家有种了一大片的枇杷园 但这里这一片枇杷园有我们家的故事 有的是老日记的回忆 也有动人的爱情故事 或是自己儿时农村的记忆 甚至是父亲的珍藏纪念品 表现出传家宝展出的生命力 也会为过往的年薪顺悦